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師為什麼要寒暑假作業 寒暑假不是就讓我們放假了嗎 為什麼要破壞我們的假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老師要出寒暑假作業呢 我覺得老師希望我們在假期中也能學習 不要荒廢 可能是讓我們一整天都在玩家那邊 很好很好 那你們覺得 要怎麼樣可以改善呢 其實我還是覺得 教練很重要 可是我想學新的東西啊 那你們有覺得寒暑假作業可以怎麼設計嗎 什麼是你們想要學的新的東西 我們來討論看看 這是一個新的國家 可以上網站資料 有趣的東西啊 下午後很酷的東西 像我爸爸是迪士啊 在寒暑假的時候 我想跟爸爸學怎麼開飛機 我覺得可以先學下學期的東西 對下學期 才可以學得比較輕鬆 很好 很好 我講得很好 那我們來設計 你們心目中 完美的暑假作業吧 為什麼要學寒暑假作業 為什麼要學寒暑假作業 你們還是要在寒暑假的時候有學習 所以就會出寒暑假作業 就OK 希望孩子們還是有學習這樣子 對對 或是甚至有些寒暑假作業 他是為了延續接下來要學的內容 比如說你四周年 或是五升六 可能在寒暑假的時候 老師會希望你把不會的做 或是學過的作業的統整 然後就是甚至有些內容可能會 預習 就是說會把這樣來 可能要學的一些線索 放給學生 所以會有暑假作業 我們要不要暑假作業 才可以讓我們學習到 其實暑假作業還蠻多元的 就是像我先說 我看到我小朋友的暑假作業 比如說他們有個作業是 要跟家人去旅遊 或是親近大帝王 那其實這個作業就是 他們的作業是用賓狗的方式 就是說 就是他有25個作業 然後你只要連成線 你就是賓狗 所以你就是選其中五個 那當然要賓狗三次 你就連三個條線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他的內容都會很多樣 你們現在有暑假的作業嗎 有 喜歡嗎 不喜歡 OK啊 好那我們現在來討論 你們的寒暑假作業 都是什麼作業 作文 好再來 然後一些 哪個時候像寒假作的 主差的 什麼 或者是數學 數學 數學的題目一大堆 對 然後要計算 尤其是作文占最多 對 最把 然後還要做什麼 有的沒的 運動大小 還要運動然後家事 然後有時候還要記錄幾天 對 對啊 那你覺得為什麼 你們的作業要別人 別人來幫你出 你們的作業可不可以自己出 可以啊 不能不能自己出 我看你 自己出打電動 自己出的就是 沒有不一樣 第一個 不是在寫作文 而是在做紀錄 紀錄誰 紀錄你自己 手看手聽手學 這樣懂嗎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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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們剛剛還在講 什麼數學啊 什麼那個 你們出去以後 你們也會看到 哇 我今天有看到這個建築物 你們也可以看 哇這個建築物很棒啊 所以你們可能 它可能有多高啊 很多東西都可以結合在 你們的數學裡面 你知道嗎 你就會發現到說 原來 數學 可以跟著你的學校 或者你周遭 都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你看你出去 要不要買東西 要 你可以 要 對不對 然後你買一包 譬如說20塊 你買100包 要多少錢 這些都是數學 你養股 都可以 你不要買